天癮其實就講一下普通招 梅力鏢通常就不會主玩的 因為死得快 你已經C-D reset 了 卻上扔梅力鏢的效果 因為通常兩個流派 要不就是玩扔飛鏢 要不就是混亂那個陣 混亂那個陣 看似好像35秒 加上輸就是30秒 但是我剛才也說了 死了之後又是一條好漢 所以你保持著死就行了 你保持著死 我保持著死就行了 收起吧 模型 駕駛車也不夠好玩 最主要其實就是這招 剛才我說開著波波 搭五層 當你隱形的時候都可以按 搭隱形一起用 基本上你看到 兩招其實是一起用的 隱形在人家身邊 接著放波波 讓人家燒著了 然後扔混亂 靠出來那一刻有大量傷害 而一刀收人家頭 讓人家跳走那一刻 放飛鏢收皮 就是這樣 剛才為什麼說殺人這麼重要 其實就是這招 就是這招叫破碎虛空的招數 每殺傷一個重傷 其實就是殺了人 重傷一個人就會 reset火球和隱形 是的 可以繼續不見了 是的 那就不斷地 reset火球 如果你夠高墊 的確是可以做的 但是 但是天癮 一開始 其實 成長不是很好 這麼低技 因為除了閃避之外 就沒有其他 就是沒有當有盾 沒有得回血 有近身 有種種的不好處 殺死的爆發性這麼高 是的 一時時可以 就是 人家說 哎 那些人打幫派戰 是不是沒有人用呢 那 未必真的 剛才沒有看到 都是這樣打而已 你殺到人 就有幫助 始終都可以 掃一下牆 掃一下牆 就是這樣 屎坦你去哪兒 你的船又做不夠 在這裡說 我看到他走來走去 哦 你知道他很容易承認嗎 他那套東方蚊敗的衣服 他自以為很有型 對 他自以為很有型 對 對 順便 除了 我自己的技能點 就是這樣 選擇這樣 基本上 除了飛鏢 就是飛鏢 為何我點四點 因為開始買到一些技能書 就可以補足了 通常我會點滿其他招 再回去補飛鏢 這招就是 因為未升級 所以未能點滿 基本上 技能書我全部就十五級了 就是中級技能書我全部都滿了 因為技能書的加成太好了 因為 成本低增益大 是的 因為他每本 加四圍 我叫四圍 就是體質 敏捷 力量 靈巧 這些是實戰 一定有用的 是的 那 可以 就是 十五級 那招 其實是很大幫助的 例如這些 減 持續增效 就是多閃避六圈 做甚麼 Ur很強勁 一百五十一殺 都是偷回來的 哈哈哈哈 當然是偷回來的 哪有這麼現實的 自己打嗎 哪有做搶頭的 會自己衝過去殺人 就是 丟掉那招 當然不是我的 哪有做這樣的事情 叫做搶頭 就是搶 是的 你看到這些是減CD的 這招就是其中一招最強的 因為會增加麻痺機率 因為天癮在80級開始 麻痺人家 麻痺其實是甚麼呢 是當暈 還有當這個 其實當暈了 別人 把別人弄暈 差不多效果 那你保持著打人 有30%有機會麻痺人 其實是一個很強的 來的 你殺我的頭 垃圾 嘩 你廢了 你拿不到我的頭 還廢 是啊 拿著車在後面 哎 真的 一喊就換過車了 沒事 沒有用的 是啊 做甚麼加拿胎傾 那講完技能 其實雲石 其實雲石 至今還未可以有很多話說 因為大家 很難齊 一來 一來 難齊 二來 有供應的人都很有限 因為這遊戲 生產出很少的雲石 本來就是不平衡 不是平平衡 是它系統 即是 配出來的 即是 工不應求 工不應求 永遠都是 那麼 短期內 可以想一下 可以玩著零巧先 我就 你看到全部都用了便宜的東西 玩著零巧先 那麼李天木呢 攻擊速度那個 就有待 有待考究 究竟有甚麼用 還有 其實另外一個重點 例 忽閃 正正我想說 忽閃 其實開始 70級之後 很多人會著重這個屬性 因為大家的成長 都開始高了 閃鼻 因為 民眾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很服的一件事 不用擔心 慘度能夠 是的 那你忽閃 大家都開始覺得重要 但是 如果出了昆仑的話 大家的忽閃 就會被人打臉 因為 昆仑的閃 是再高 高到一個地步 你忽閃 都沒有甚麼用 所以 去到 如果 都是昆仑出了的話 很多人就會說 忽閃 是開始垃圾的 可以說 如果還沒出的話 天忍 都是追求幾件事 就是追求忽閃 追求力量 你直播開了高寶 直播開了高寶 不開了 這麼麻煩的時間 待會開了西牛出來 你又打一輩子 混蛋 集合 叫幫一起打 同伴 我選擇了這幾隻 獨孤劍 首先 因為加力量 加全系抗性 高長工 其實火系傷害 沒有關係 大家知道 加敏捷 但是 加敏捷和忽閃 就是 真正是 偏忍要義的東西 亦都是 開始很多人要求的東西 所以 無緣無故 大家都會一魔風 去玩 陽影風 突然間 大家開始覺得忽閃很重要 因為有加敏捷 之餘 敏捷對武當很重要 先說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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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除了天忍之外 也不會 什麼 除了天忍和桃花 之外 都應該不會用 為什麼會心傷 因為有命中 這些 屬性 吃小醬 好像有屬性 令你浪費了 那至於為什麼 我不用 糖映 或者 我有糖映 你看下糖映 就是加回心機率 靈巧 很簡單,他只有S 不是,為什麼我不要會心呢? 因為天忍,引伸出來一定會爆擊 所以以PVP的角度來說 如果血都打不到那麼長的時候 你也是打引伸出來的那一套 你也不需要平常加多些爆擊 所以我就會選擇用藍弓飛雲 因為藍弓飛雲是加體質,加抗會心 那個水系傷害,回看之前的集,都會講到 其實為什麼攻擊火都會加到? 沒有所謂 因為三者進攻,加一隻防守性 如果你喜歡,可以用力量 會大一點爆發,但會容易死一點 這些就自己執生